现在也来讲 因为解脱道 三三共法就是解脱道 解脱就是没有生死 没有生死就没有苦 没有生死必须要没有烦恼才没有生死 因为生死是一种业力招感的 业是有烦恼来的 所以现在归解道 那么如果要解脱 必须要断除凡 所以所谓的出家沙门 就是前修戒定会洗灭贪生死 那么如果你想要处理生死 你就必须要洗灭贪生死 如果你没有洗灭贪生死 你是处理不了生死 因为烦恼就是生死的原因 其实在讲这个道理 他说 在说到极地中的烦恼 这是内心的不良因素 就不好的因素 坏分子就成分 就不好的成分 无论是知识的 感情的 意志的 一般叫做知情意 知就是理智的 那么情感的 意志的 一般都是知情意 知识的 感情的 意志的 凡是不正确的 不恰当的 使我们因此而反动恼乱 隐身不安定 不和谐 不自在 由这个烦恼造作种种的业 更引起未来的苦魄 因为你现在造业 那么这些业会形成未来的苦因 所以是这样的道理 这个都叫做烦恼 就是你不安定 不和谐 不自在的 那么这个都是烦恼 烦恼是非常复杂的 在烦恼中贪 真 吃 是一切不善法的根本 所以我们常常讲善根不善根 那么善根就是善善根 叫做无贪 无嗔 无痴 那么贪嗔 吃叫做善不善根 所以我们常常会讲到 这个人很有善根 那这个善根并不是说 你看到佛会拜 你大悲做一个礼拜就会了 这个叫善根 不是 它是你表现出来的行为 因为是没有贪嗔 吃 是烦恼很弱的 做错了会惭愧 会忏悔 会不好意思 那么这个就可以显现出 这个人有善根 他第一次错 第二次错 第三次他就不错了 就不会再犯投稿的错了 但是这个就表示这个人有善根 烦恼越来越少 越来越轻 这个人就有善根 所以三善根 三不善根 三善根 无贪 无嗔 无痴 如果从我们 无贪 无嗔 无痴 无痴 如果从修行的人来看 说这个人很有善根 那是因为他少贪 少嗔 少吃 他少贪 如果说这个人很有善根 那是他少贪 少嗔 少吃 或是他有很重的贪 少吃 但是他现在怎么样 减贪 减乘 减吃 那么可以也说这个人也很有善根 越来越有智慧啦 越来越来越调柔啦 越来越来越不贪啦 不贪爱啦 那反过来反过来三不善根 根 等下会讲 不善的根本 就贪 嗔 吃 所以佛法常常说这个人有善根是什么 有贪之有贪 有嗔之有嗔 有贪 你就知道我现在有贪心了 有贪心之后要怎么样 要减贪 要少贪 有贪之有贪 有嗔之有嗔 从有贪之有贪 修行就是从有贪之有贪 到无贪之无贪 有贪 但是你知道 当你知道我有贪的时候 你就会采取措施把这个贪 就像有病 我知道有病 然后我会有药来治这个病一样 到无贪之无贪 然后无嗔无痴一样 重点是贪跟嗔 当你知道贪嗔之的时候 你就不宜吃了 这个有贪到无贪就是什么 从减贪到少贪 然后后来到无贪 所以修行并不是从有烦恼到没烦恼 不是 从有烦恼到少烦恼 从少烦恼到无烦恼 没有办法一开始知道我有承认心 然后我不应该有承认心 然后就没有了 没那么厉害 但是第一个一定要先知道 这个三善根 三不善根 就算你一听大悲咒一遍就会 但是你这个称认心改了十年改不过来 那这个你也不叫做有善根 所以真正的善根就是这个 三善根 我们来看 根本 什么是意思呢 就是三善 三不善的根本 这是说一切烦恼可以分为三大类 一般我们把烦恼分作很多种 烦恼的代名词非常多 二 就是有时候叫做这个战 障碍的战 有时候叫这个就非常多了 就是死 叫做死 叫做恶 叫做流 反正就非常多 可是有很多烦恼的名词 那么分成非常多的烦恼 五厘石 五顿石 然后就种种烦恼的名词 一般来说烦恼 烦恼分成两大类 见烦恼跟爱烦恼 烦恼主要分成两大类 见烦恼跟爱烦恼 那见烦恼一般叫做吃 爱烦恼 叫做贪跟撑 爱不成就撑 贪跟撑是一体两面的 所以我们又把这个贪撑之叫做三毒 这是主要的三种分裂 或是叫做无敏贪爱 无敏贪爱 无敏为父 贪爱为母 如果分两类 那就是这两种 那如果分三类 那就是贪撑之 然后有些分很多类 分很多种 如果是一种 那就是什么 就是无敏 就是我见 有我见 但是无敏跟贪爱是一体两面的 所以现在在讲 从贪撑吃来讲 这个是最常见的 所以现在他说分三大类 贪 撑 吃 这三大类 一见烦恼无非是这三烦恼的支柳派类 那也有分两种 见烦恼 爱烦恼 古敏跟贪爱 撑是属在贪爱里面的 如爱懒求酌 牵强调局等 这个是贪 愤恨恼记等 那么这个是撑 见疑不信昏沉妄念不正之等 这个是吃 那到底人有多少烦恼 其实这个各部外讲的不一样 讲的不一样 讲多了有一百多种 讲少了大概就是四五十种 不一定 反正就是各个部外到底在说 人到底的心有心哪些状态 哪些烦恼 就是有我们所谓的散法 散法不散法 心有所谓的散法不散法 散法到底有哪些 不散法 恶法又到底哪些 恶里面又有分 烦恼里面又有大烦恼 小烦恼 那么这种种的分类法 在佛教里面很多种 很多种 所以也很难做统 但是后来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在布派里面就是聚舍论 当然这个是我们北传的 如果南传的 他的阿比达摩议论跟聚舍论 就讲的不太一样 聚舍论所有的法 一切法才七十五法 南传的新手法就一百多个 大大的超越法 刚刚新手法就一百多个 所以这个分裂不太一样 不过像我们就是 布派里面大概就是以聚舍的 五位七十五法 新手法大概是 应该是三四十个 你还要去查一下 后来大圣又多了几个叫白法 就是这样 那里面主要就是讲 善法不善 善跟不善 就是新手里面的善跟不善 好 那这个是分裂 这其中的分裂 这我们大概看一下就好了 他说众生都是有烦恼的 不要说应该是这样 众生有分两种 一种是凡夫 一种是圣人 那圣人没有烦恼 圣人不能说没烦恼 圣人又有两种 一种是有烦恼 一种是没烦恼 那凡夫一定都有烦恼 而且凡夫的烦恼都一样 叫做巨夫凡夫 你有的烦恼我也有 我有的烦恼你也有 那只是偏重不一样而已 不可能 不可能你少了我一个烦恼 那是没有的 因为我有的烦恼你都有 你有的烦恼我也有 就好像人 人的染色体都一样 但男女不一样 那基本上 应该是这样 有情 我们讲众生 有情主要分两个 凡跟圣 凡夫跟圣人 那凡夫就聚夫凡夫 聚足烦恼的 夫就是 夫就是烦恼 我们刚才说烦恼人都代名词 夫也是其中一种 聚夫凡夫 聚足烦恼的凡夫 如果这个叫做贪嗔痴 那么大家都有贪嗔痴 如果他说贪嗔痴慢疑 那大家都有贪嗔痴慢疑 如果是无历时无顿时 身见边见 邪见见 见取见 接近取向 这些大家都有 只是粗跟重的问题而已 没有没有的 聚夫凡夫 所以就是烦恼 这个是烦恼 聚足烦恼的 聚 聚足烦恼的 聚足烦恼的 那圣人就有两种 这个有烦恼 有烦恼的 跟没烦恼的 无烦恼的 那圣人里面 那没有烦恼的 阿罗汉没烦恼 佛没烦恼 其他都有烦恼 阿罗汉把烦恼断了 当然有一些说 巴黎普洒等同阿罗汉 那也没烦恼 那阿罗汉跟佛 那 普洒道里面 佛陀就没有烦恼 阿罗汉把烦恼断尽了 也没烦恼 那有烦恼的 出果 恶果 这个他还有烦恼 但是他少烦恼 他虽然有烦恼 但跟这个有烦恼不一样 他少烦恼 减烦恼 那出果 恶果 三果 这一些有学的 还要在学 还没烦恼 还没断见 那菩萨七帝 八帝 九帝 七帝 八帝 七帝正无生法的 八帝 九帝 十帝 这一些 这个还是有烦恼 但还没断见 那所以这个 凡夫都一定有烦恼 圣人也有烦恼 出果还有贪嗔痴 出果还有贪嗔痴 只是他的贪嗔痴 没有我们的咒 那恶果 少 薄贪嗔痴 他更少 那三果 出果就是断什么烦恼 断 出果就减的烦恼 我们有的烦恼他没有了 断身戒 断借近起戒 断疑 这三种烦恼他没有了 那我们还有 出果就断这三种 其他都有 其他都有 那到三果 二果就饱了 就变饱了 变少了 到三果 到三果 把这个玉戒的贪跟称都断掉了 没有称恼心了 三果就没称恼心了 所以一个人没有称恼心 除非他正得三果 要不然 就正三果的人是不会有称恼心的 其他出果 二果的都还有称恼心 只是他的称恼心没有那么重 正出果的人虽然有称恼心 但他绝对不会生气起来 把人打死 因为正出果就再不会造三二道的业 他绝对不会这样 但我们会 因为那个烦恼重 所以差别在这里 凡是众生都有烦恼 但是这个圣者 阿罗安 佛陀 佛陀在菩提树下成佛的时候 他就没烦恼 舍利佛木剑连正阿罗安之后 再也没烦恼 其他的还没正阿罗安都有烦恼 烦恼的粗跟细不一样 多跟少不一样 差别在这里 师傅 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 那个烦恼跟那个习气有什么不一样 烦恼跟习气不一样 有阿罗安还是会有那个习气 阿罗安有习气 烦恼跟习气不一样 这个这里的烦恼叫做贪嗔痴 那习气当然也有贪嗔痴的习气 不过习气有时候叫做不然如无名 就是他有这种习气 但是他那个习 我们刚才讲烦恼是什么 是那个内心 内心有不好的 他习气没有 习气他只是习惯这样 他没有不好 他的内心并没有 刚才讲那个是私心手 他内心并没有比如说他习惯讲 比如说那个毕临前薄写 习惯说那个悲女你过来 其实他没有轻慢他的意思 他是习惯讲习惯的 他没有起那个称心起慢心的意思 没有 类似像这样 好 那说习气从 如果从菩萨道来讲 习气就是唯性的烦恼 但是他不炸爱生死 因为这里在讲 这里在讲解脱道 就是会招感生死的 那那个不好 如果我们的习气还是很烦恼的 我们是烦恼的习气 比如说骂人 那我们是有称认心的 习惯骂人 习惯恶口 习惯说三字间 那一种是烦恼也是习气 那一种是不好的 但是阿罗汉的习气是没有烦恼的 那是不一样的 后面会讲到无忌这边的 我们先来看这里 他说众生都是有烦恼的 但各有偏重 一向惯惜于多起某类烦恼 就是我们的习惯性 这个就是习惯的烦恼 那个跟一般阿罗汉的那种习气不一样 那就好像有一些散乱 跳来跳去 跳来跳去 但是他那个只是习气 他那个没有烦恼 那我们是习惯 习惯起烦恼 烦恼成习惯 所以人往生三种力量 一个习重业 那个是习烦恼 这个是烦恼造火 第二个习你的习惯业 习惯 那个就是烦恼 习你的习惯 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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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 所以这个习惯也招感生死 但这个习惯是烦恼的习惯 跟阿罗汉的习气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习气是懒污的 阿罗汉的习气是不懒污的 就不招感生死的 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讲一向惯惜于多起某类烦恼 就会造成不同的个性 这人都是一样的嘛 就贫气不好的人 比较贪吃的人 比较贪碎的人 有洁癖的人 懒惰的人 反正就各个习气不一样 所以他这里分成贪行人 吃行人 撐行人 如果这三类没有偏重 那么叫做等分行人 差不多 差不多 等分 更详细的 有人情凡有十九倍 好 那他这里没有写 我们就把它稍微 人情凡有十九倍 他是把人分做十九倍 这个是修行道地经讲的 但是他这种分法 其他经典没看过 只有他这样分 只有这本经这样分 也不知道从哪里出来都不知道 但是可能他自己的意思认为这样 修行道地经 有这么一种说法 他说有十九类的人 我们就这样写好了 第一个是贪 应该要写阿拉伯述式 第一种就是贪行人 第二种称行人 第三种吃行人 这三种 这三种 他其实就是从贪称吃 然后生口意里面去分 是这样的 然后第四种 就是贪跟称的 既贪又称的 贪称的 就是贪行 称行 吃行 贪称行的 第五种 就是贪吃的 贪跟鱼吃的 既贪又称的 既贪又称的 但是他很聪明 不一样 第六种是 又称任性又称吃的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贪称吃来做分裂 第七种就是既贪又称又吃的 这个是两个两个 贪称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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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重了 这个其实是一种分裂 就是贪称吃的分裂 都是他比较贪 比较称 比较吃 比较贪称 比较称吃 比较称吃 贪称就是都很重 就比较重的 那第八个 第八个就是贪称吃在配合生口义的 所以他就是这样 口亲 口亲近 但是义很贪 但是心很贪 他不太讲人家的好话坏话都不讲 他不太讲话 不会讲人家 但是他的心里面其实是很贪的 就是一种 义就是心 那第九种是 顏柔心刚 就是嘴里都讲好话 但是心里面很刚强 就比较称 刚就是比较称 心里就是比较称 心里就是比较称 心里就是分贪称吃 那第十种就是 口慧心吃 口慧 口就是没有称吃 慧就是不称吃 但是心 心很称吃 嘴巴 嘴巴讲的话很漂亮很好听 好像很有道理 心里面其实无名 没有道理 这是从嘴巴里面 口 口跟心不一样 意气 他写意气的性 心称 心贪称吃 好 那这是十一种 十二种 一样 都是这样 言出 这个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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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 口是好的 轻柔惠美 都是好的 心都不好 是这样 那心不好 里面有心 有贪 有称 有吃 有贪称吃 好 那现在是嘴巴不好 言出 出其实就是称 但是心好 这一般我们叫做 刀子嘴豆腐 刀子嘴豆腐心 像这样 言出 自己就是称 所以他就从称 贪称吃里面去讲 他把人分做这几类 这个就是称的意思 出就是不好 那第十三个 是 二口心肛 你看 一样 一样这个 从这里分 从这里分 都是另外一类的 二口心肛 嘴巴也不好 心也不好 都起称 那十四 是言出 心出 一样 言出 心出 然后第十五 这个跟这个差不多一样 干跟粗了 口粗而怀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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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这样分的话 我看也不止十七种 如果他就这样分 我们就稍微 稍微明白一下就可以了 十九种 不是十七种 十六 口痴 心肛 这个是 这个是二口口粗的 这是一类 口痴心肛 十七 口痴 怀怒心称 怀怒就是心很称 十八 心口俱吃 口痴心痴 其实就是这样 一样都是口痴心痴 第十九 口痴心怀三毒 这是他的一种分类 大概分这十九种 他说 人有这十九种人 烦恼 就是烦恼的不同 大概有这十九种人 所以他说 人情烦十九倍 有这种分类 烦恼太多 这里不能广说 到底有多少烦恼 其实是 我们到底有些什么烦恼 其实是 详细来说 各个部派讲的不一样 不太一样 不过 经典里面常说的就是 无敏堪 这是最简单的分类 见烦恼 爱烦恼 然后 贪嗔痴 或是讲多了 贪嗔痴慢迷 就像这样 他说烦恼太多 没有办法广说 所以这里就从贪嗔痴来讲 三不散 像他讲十九种 那么也只是贪嗔痴而已 也只是贪嗔痴的比例比重 跟表现出来的方式不一样 第一个先讲痴 痴就是愚痴 也叫无敏 从对真实事理的无所知而得明 所以真正的无敏就是不知道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道理 不知道真理 那么就叫做无敏 无敏就是不明白 无敏就是不明白 不明白什么 不明白真理 不明白什么真理 不明白缘起无往的真理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他说 对于真实事理的无所知而得明 但不是说什么都不知 反而这是知的一类 不是说他不知道 他知道 但是他知道的是错误的 不明白 他并不是像白痴什么都不知道 不是 那么世界上聪明的人很多 但是这个也是无敏 四字变充 甚至是三途八难 所以 不过就是错误颠倒 是是而非 他知道的错人 他知道的不是真的 然后真的他不知道 知道的却不是真的 正确的不知道 但知道的是错误的 他也说他知道 就是这样 所以他这里讲 如醉酒也如灼了迷的 是的看成不是的 不是的却看成是的 所以法说非法 非法说法 律说非律 非律说律 我相信佛教主 很多都是这样的 这根本不是佛法 你也说是佛法 这根本不是这个意思 你也说是这个意思 这个学佛不是这样做的 你确定不是这样做 这个很多事情就是 我们叫做无名 叫做愚痴 就叫做愚痴 就好像说 你念了一个什么咒 然后念了一个解脱咒 然后说可以得解脱 根本不可能 那个就是无名 你修苦闲 然后就觉得苦闲折磨身体 就可以升天 这个也不对 这个也是你痴 很多外道都很用功 很精进 觉得你求神 神就会保佑你 你念咒就会加持你 这种基本上从佛法来讲 它都是如此的 包括现在还有很多人在淹贡抹贡 认为烧这些烟 然后把这个 把这个骨质 把这个木材 把这个什么东西 放进火里面去烧 套敢佛菩萨 佛菩萨就会保佑你 很多做生意的都用做烟供 这些烧一大堆烟 然后就会 鬼神来天人物食 然后你就会发大财 于其 就好像这个 这个佛罗门教里面 佛罗门到恨恨里面洗 觉得恨恨是圣水 在里面祈祷 在里面洗澡 在里面洗澡 就把醉叶洗掉了 然后杀身供天 然后天神就保佑你 如此 其实你不晓得佛法的道理 因为人之所以痛苦或快乐 是由你的善恶业来的 那么天人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透过贿弱天人 或供养天人 天人就给你福报 没有办法 天人自己都在生死之中 天人也要修福报 当然天人他是有力量 鬼神也有力量 这个我们承认 他或许会造成你的苦跟热 但你真正的苦跟热 是由你的善业二月来的 不是天人造成的 所以你没有办法祈求天人 赦免你的罪业 没有办法祈求天人 增加你的福报 那是没办法的 你甚至也没有办法祈求佛陀 佛菩萨给你福报 那是没办法的 佛菩萨只能告诉你 怎么修福报 他没有办法给你福报 佛菩萨只能告诉你 怎么样消除罪业 他没有办法赦免你的罪 这样基督教徒 天主教徒 他认为人生下来是有罪的 而且这个罪是从祖先延续下来的 所以人都有罪 叫做原罪 但是佛法来讲 我们的罪并不是从我们的祖先继承下来 是从我们的过去生继承下来 不是我们的祖先带给我们的 不是的 那么我们要消除这些罪 也不是靠祈求上帝祈求佛陀赦免我们的罪 没有 你必须自己消除你自己的罪 那这个是佛法讲 我们很多佛教徒 虽然是佛教徒 虽然是国一三宝 但是说的话 思想 行为 其实都是外道 这个其实就是于此 没有智慧 所以他在这里讲的 他说 是看成不是 不是看成 看作是是 有的以为没有 没有的以为有 就是这样 不应该的 不应该说的说 不应该笑的笑 不应该哭的哭 不应该做的做 迷迷糊糊 颠颠倒倒 亦亦莫莫莫 这个就是愚痴的相貌 最难根治的烦恼 所以我们才会讲 过一佛 不再迷迷糊糊过生活 从此过觉悟的生活 过一佛 不再颠颠倒倒过生活 从此过正确的生活 过一生 不再烦烦恼恼过生活 从此过清净的生活 这个才是过一三宝 那你要过正确的生活 要过觉悟的生活 要过亲近的生活 必须要了解佛法 了解夜报的理论 所以他这里讲 这个迷迷糊糊 颠颠倒倒 亦亦莫莫莫 这个就是愚痴的相貌 最难根治的烦恼 从他的不知来说 是不知善恶 不知因果 不知夜报 不知凡胜 不知事理 所以叫做不正见 正见 就前面讲过了 我们再复习一下 正见 世间正见 没有正见 很多佛教徒都没有正见 正见有善有恶 正见有业有报 很多佛教徒也知道有善有恶 但是那善恶 跟佛法讲的善恶 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 像一般世俗的杀鸡 杀猪去供神 那个是善法 可是佛法来讲 这个是恶法 不一定 有一些祈求祈祷 像天神祈祷 看起来是善法 但是佛法来讲是恶法 因为愚痴 不一定 修苦行 克苦 好像是善法 但是他以为苦行可以解脱 不对 愚痴 烦恶 所以善跟恶要先分清楚 那所有的善跟恶都有业 善有善业 恶有恶业 善业有善报 恶业有恶报 这个要分清楚 那业之所以形成报 我们刚才讲 要成熟 那有 有过去有未来 有去有来 有过去 那业 业通三世 业跟报 业跟报 是通三世的 有过去有未来 报 报在未来 那业因过去 而有未来 就是业报是通三世的 你现在 你现在修善业 但是没有善报 那是因为你过去的恶业 成熟了 所以受苦报 那你不是说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吗 那我为什么不失行善 我都照善业 我这一生都没有照恶业 可是我就 我为什么这么苦 那个人 杀生偷盗 可是他都没有受苦 又那么享受 那为什么 那不是有善有善业 恶有恶业 善业有恶业 善业有恶报 恶有恶报吗 是没有说 但是 业报是通三世的 所以这个你还要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 你就会迷惑 那为什么 好人受苦 坏人 不受苦 坏人想不报 那为什么 因为业有三世嘛 他现在照的业 就好像说 你不是说我努力赚钱 生活就会改善吗 没有错 只是你赚的钱 还人家的利息都还不够 所以你还没还过吗 还过了 你再赚的钱 就可以自己用了 一样的道理 然后有凡有圣 这个是圣见 那么这个要理解 那什么叫做凡夫 什么叫圣人 这个是世间世准仲见 导师在这里提出来 我们来看 所以说 不知善恶 不知因果 不知业报 不知凡事 那么不知道这些是 这些理 那么这个 这个基本上就是证捐 这些是这些理 那也可以讲 这个是理里面 是初识跟证捐 就是诸情无常 诸苟无我 因为盘其心 那这些理 这些事理 从他所知所见来说 便是无常计常 无乐计乐 无乐就是苦 那么不敬即敬 非我计我 顛倒 常乐我计 不是对于真实事理 不是对于真实事理的疑惑 就是对于真实事理的导见 所以不知事理 不知事理 这些 一个就是 不知 这个常乐我计 具体就是三百亿 元其无我的道理 不知 元其之事不知 元其之旅不知 不见 那么这个也是不正见 这个是讲到吃 因为吃是根本 鱼吃的吃 鱼吃 不愿意 不愿意 愿意 不愿意 这个就会起撑 那前面讲的 吃如醉如米 撑重贪过生 就是烦恼 吃就是迷惑 它的特性 不明白 撑 撑的特性是 这里讲 粗重 过重 撑重 其实就是撑 撑显现出来是很粗 粗重的 那么贪就不是 贪比较深细 贪比较深细 难断 但粗 撑比较粗重 过患比较大 是这样的 所以他这里讲 发作出来就是愤症 害 是恼怒 如藏在心里面 就是怨 是恨 是嫉妒 这种过失是非常严重的 不但因此而做坏事 有一些好事 也因为不能容忍 一念着承认兴起而破坏了 我们与众生间 从过去到现在 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以应该有慈悲心 也就是无称爱心 才能有利于自己 无损于别人 才能做到至他和乐 和就是和气和谐 那么乐就是彼此 没有痛苦快乐 至他两立 自己跟别人都有利益 可是称烦恼 是恰好相反 成为穷凶恶极的罪恶来源 称是所有烦恼中最出众 就是过患最大的 所以修行第一个都是调伏称 修行的第一个 第一个不是调伏称 第一个是调伏 第一个是要先要有证件 先要有证件 就是你先要把鱼吃抹部分 就是关于比较不证件的部分 你要先确立证件 然后第二步再调伏这个称恶行 其实是这样 称恶行的过患比较大 比较大 所以他这里讲 他是穷凶恶极的 穷凶极恶的罪恶来源 经上说一念称心起 八万战门开 这个应该是一念称心起 百万战门开 那这个是从哪里来的呢 他是讲 这个是从华言经的普贤行愿品 普贤心品 华言经 我们把这个讲完 华言经 普贤行品 他是这么说的 他大概了 普贤心病 他说我不见一法为大过失 就是有一种 有一种 有一种烦恼有很大的过失 什么烦恼呢 如 没有看到 像这样的 如诸菩萨 于他菩萨 起称心 是不是 如诸菩萨 于他菩萨 他就对他人了 起称心 就是 于他起称心 其实就是于他起称心 就是说 我没有看到有一法 比对他起称心 比对他起称心 更大的过失 没有 就是这个最大的过失 若诸菩萨 于菩萨起称会心 对别人起称心 对别人起称心 既成就百万帐门 成就百万帐门 他虽然说百万 但是没有写到百万 我们来看他到底说了什么 这个是我们常常常常在看到的 一念称心起百万帐门开 他导师是写八万 其实他原来是写百万 百万帐门 那哪百万呢 其实他写了一百个 如果你去看经文 他总共写一百个 他写一百万 其实一百个 第一个 我们大概解几个 他说不见普及战 就有一百个障碍 每一个障碍都延伸很多障碍 就像百万帐 其实就是一百个 第一个不见普及 第二个 我们学几个 学几个让我们了解 因为我们常常在听这句话 一念称心起百万帐门开 到底原来是说什么 第二个 这个不稳正法 你就会有这些障碍 不稳正法 那第三个 生不尽世界 生不尽世界 生到不倾尽的世界 中古灼二世 第四个 生诸恶趣 造二院 被生诸恶趣 生到三六道里面去 我们写几个 写几个看一下 第六个 第六个 生诸难处 第五个 生诸难处 最后有夜报的问题 赵卫远 生不八难的地方 然后第七个 多诸疾病 第六个 多诸疾病 第七个 多被毁报 我们就写七个就好了 他总共写了一百个 不过因为 我们常常都在听到这些话 一念称心起百万帐门开 一念称心起火烧功特领 但是到底他写哪些帐 他不是秦宫子 他有给你立了一百个 到第一百个是什么 第一百个 第一百个是远离三世诸佛 远离三世诸佛 远离三世诸佛 这是洛菩萨的总性 就是你不会成佛 应该是总性 这是总性 总共他总共列了一百个障碍 就是到了一百个障碍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若菩萨与诸菩萨起一称心 后面就讲若菩萨与诸菩萨起一称心 所以才会讲一面称心起 则成就如是百万帐门 则成就如是等百万帐门 这是菩萨与诸菩萨里面说的百万帐门 所以后来陈关清凉陈关唐朝 华言宗的祖师 清凉陈关就根据这个 就写一念称心起百万帐门开 这个是清凉陈关写的 就陈关清凉陈关唐朝的华言宗的祖师 他就根据这一段话 然后就写一念称心起百万帐门开 他在华言经的这个解释里面 那么写一念称心起百万帐门开 他叫做华言随书言一抄 经文里面没有这一句 但是他是根据这一段 然后就一念称心起百万帐门开 在华言经的 华言经的 解释华言经的他叫做这个 随书言一抄 这个是清凉陈关的随书言一抄 这一本里面 一念称心起百万帐门开 那导师这里把它写成 随书言一抄 随书言经的八万帐门开 随书言一抄 随书言一抄 就这一本书 好 时间到了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讲到这个 一念称心起百万帐门开 好 那 因为要过年 所以就到2月10号才有三个 就停到2月10号 大家合掌回向 愿你此功德 愿你此功德 顾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接耗 礼补 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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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祥